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换铃声 我们今天会使用iOS 17 以及最新的iOS 15来换铃声 重点是从头到尾 完全不用下载任何第三方的软体或是App 从头到尾只需要用到iPhone类型的功能 就可以把任何你想要的影片或是音乐设成铃声 那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写一个小小的捷径的脚本 来把影片转成音档 有人类似自己写出一个超简单版本的App 那我们现在先快速的讲一下今天换铃声的步骤 如果你今天已经准备好音档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第三个步骤 也就是直接用Garageband把你的音档射成铃声 好那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用荧幕录影 把你想要的影片录下来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要用我们今天会写出来的这个 这个节线的脚本 或者是你到资讯栏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影片转音档的捷径 按下去之后它就可以把你的影片转成音档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用Garageband把它射成铃声 所以今天我们总共会用到两款App 第一个是捷径 第二个是Garageband 你可以到桌面的最右边这个资料库来看一下 就是在上面搜寻捷径或者是Garageband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就到App Store去下载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转音档的捷径要如何写出来 那如果你觉得太困难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直接去下载 好那首先打开捷径之后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按中间的加入动作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媒体 接着往下滑我们去找到选取照片 然后我们再一次把媒体选单滑开来 然后往下一点呢你会看到在影片下面有一个编码媒体 点下去 那编码媒体右边有一个蓝色的下拉选单 点开之后有一个警线音讯把它打开来 接着我们再一次把媒体的视窗滑开来 然后按右边的叉叉 然后接着呢我们在上面的搜寻栏这边搜寻储存 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蓝色的储存档案 接着呢再一次打开这个搜寻栏 然后这一次我们输入重新命名 这边就会有一个重新命名档案 然后在名称这个淡蓝色的地方按点下去 然后我们在中间选取变数这一栏往后滑 你会看到有一个每次都询问 点下去按完成 这样子就写完了 然后呢我们到最上面的档案名称的按钮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新命名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影片转音档 然后按右边的完成 接着我们就去找到我们想要射程铃声的影片 然后用萤幕录制把它录下来 例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影片 想要把它射程铃声的话呢 我就到控制中心 那控制中心就是从右上往下滑 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萤幕录制的按钮 就是这个 那如果你在控制中心找不到这个按钮的话呢 我们就到设定里面去把它加进来 设定打开之后往下滑去找到 控制中心这个选项 然后你往下滑就会看到萤幕录你的左边有个加号 把它加到上面 然后呢我们回到刚才的影片这边 那在开始播放之前呢 你先到控制中心这边 按下萤幕录制按钮 它会有三秒钟的倒数 然后你就开始播放影片让它去录这个音乐 那你就录个大概30秒钟 好然后30秒钟录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上面的这个动态导 或者是通知列 然后右边就会有个停止键 你就按停止键 它就会存到你的上部里面了 新机除了内建功能升级之外 手机本身的防护也不能少 今天要介绍Rhinoshield 新牛盾 手机壳除了素色之外 我们今天还会着重于客制化服务跟搭配 搭配SOLID素一体成型 雾面质感的手机壳 这一款是我最常用的一款 除了背内之外也可以搭配挂神 而且好几支教学影片 都是搭配这个系列拍摄的哦 这次搭配了iPhone15推出四款新色 经典蓝 酒红 鹰姆绿以及荧光橘 除了沉稳低饱和色系 也有亮色系可以选择 若是想要好搭不容易出错颜色 可以选择低饱和咖或是米色系 也能搭上近期流行趋势美拉德风格 贝壳回手机壳搭配古铜棕挂神 顾驾增加使用的便利性 新的盾官网提供上千种独家设计款式 及联名图款 在原本细节上增添质感造型 有自然探索指南独家设计系列 以及Snooby Winnie the Pooh King John等联名图款 推薦大家可以试试客制化系列 可以自由选择背景跟贴纸 时髦感立即升级 不论是设计自己的款式送礼或是纪念都非常的适合 其实都还不只是着重产品外观设计 防摔才是品牌的DNA 超越珍贵的防摔认证 包含大家在意的边框高于荧幕 镜头加高 完整包覆性 提供新机零撕角的防护 不论是选择这一次iPhone 15改版的Modern X 边框背盖两用壳 或者是推出新色的Solid Suit 或者是Clear透明壳系列 都可以选择高于原厂两倍磁吸力的 MagSafe兼容版本 今年推出全新MagSafe配件 磁吸水壶Aquastan 无论健身运动拍照录影 追剧直播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水壶把手的支架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调整不同的角度 直摆或横放 搭配新的MagSafe手机可使用 拥有两倍磁吸力精准对位 不需要担心掉落或是胃移 接通过食品及认证无毒 附赠可拆式吸管 也有矽胶圈防漏 出门的时候可以手提或防包包里面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选下方资讯栏喔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要用刚才我们写完的这个 接近脚本来把它转成音档喔 首先我们先进到捷径 然后点一下我们刚才写完的 影片转音档的这个捷径 然后选择刚才我们录完的这个影片 然后它会跳出这个档案夹的选单 你就选择你想要储存的地点 那要稍微记一下你到底存在哪边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说 你现在的资料夹在哪一个位置的话 你就是点右下角的浏览 这边有一个浏览 点下去之后 点选我的iPhone 然后就看你要不要创立资料夹 或者直接存在你的iPhone也可以 然后按右上角的打开 接着它会有一个名称 就是让你设定这个档案名称 你就自己取一个 接着它会要求允许权 那你就选永远允许 OK 这样子这个音讯档案 它就存到你的手机里面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第三个步骤 也就是用GarageBand这个APP 把你的音音档设成铃声 那GarageBand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就是要到App Store下载 好 那我们首先打开GarageBand 然后我们往左滑 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录音机 点进去 接着我们选一下这个按键 就是很多横条的这个 这个是音轨的选项 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色的节拍器关起来 接着按右上角这个齿轮 点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时间齿标 把它打开 你才看得到现在是几秒钟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边的这个加号 然后点进这个段落A 八小节 把自动打开 接着呢我们按一下这个圆圈 然后我们在上面这个Apple月段 选择右边的档案 然后选择下面的从档案APP浏览项目 对就用刚才你存的位置 还有档案名称来寻找我们刚才已经做好的档案 选择 然后它需要一点时间出现在这个栏位里面 出现之后你按一下就可以试听 是不是你要的音乐 没有问题之后我们长按这个档案 然后我们就把它滑到音轨上面 然后这边我们按一下这个轨道 它会出现前后两个非常小的白色的把手 你就可以去调整它的开头跟结尾 那注意一下结尾的部分 要把它调整到30秒以内 因为铃声最长就是30秒 那如果你想要移动整个片段的话 你就是可以长按它 然后前后移动 它就会整个搬移这个片段 那你可以按一下上面的播放键来试播看看 虽然没问题之后 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向下的箭头 接着选择我的歌曲 那这边就会出现我的歌曲 我们长按它 然后按分享 中间有一个铃声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帮你的铃声命个名 接着按右上角输出 然后这边如果你想要直接换铃声的话 就可以直接选将声音作为 然后就可以选择标准来电铃声 或是文字铃声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到设定里面去设定 我们打开设定 接着往下滑去找到声音与触觉回馈 然后按铃声 接着你就会在这边看到我们刚才做完的这个铃声 点下去就可以试听了 那如果你想要改回原本的铃声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选这个倒影 它是预设的铃声 那铃声也是可以删除的 就是你在这边往左滑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删除 那你做完这个铃声之后 你原本在相簿里面档案啊 或者是资料夹里面档案都是可以删除的 那大家设完之后可能会发现你的声音太小声了 我现在要来教大家如何把这个声音调大声 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Garage Band里面 然后我们按一下左边的这个麦克风 这边有一个自动混音的选项点下去 接着呢我们点击这个音轨的开头 它会出现有一个圆圈有没有 然后接着我们用两只手指头把它放大 放到最大 然后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铅笔 那我们这边需要两只手指头 一直按住这个铅笔 然后一直随便在这个白线上面点一个点 接着呢我们按住这个第二个点 把它往上拉到最上面 它会出现有一个六分贝 然后我们再把第二个点把它拉近 拉到越前面越好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坚强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完成 然后接着我们再按一次这个麦克风 然后选择合并 然后按右上角合并 然后一样再用刚才的方式把它设成铃声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高纲呢 就是因为我试了非常多次 不管我怎样把我的音轨调大声 它最后设成铃声都会是一样的大小声 结果后来发现有这个混音的效果 强制的让它把声音变大 而且还一定要坚强它才会有这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捷径 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就是今天当你想要换其他的铃声的时候呢 你一样就是用萤幕录制 然后再进到捷径这边来把它转成音档 接着用Groach band 就可以再次把它设成铃声咯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铃声教学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使用iPhone的朋友 另外那些比较顺势的话的内容都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